光影之美 坚果R2光阴纪念版开箱评测 老庙聊科技开播以来 从未做过任何手机的相关评测 今天老庙通过朋友买到了一台 光阴纪念版的坚果白色R2手机 全球限量2000台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订货单 来看一下 老庙作为经过手机和SmartTISMOS的老用户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 这一部新坚果手机 以及老庙为什么会一直使用 这么一个小众品牌的产品 郑重声明 本次评测不涉及任何商业合作 老庙聊科技 今天聊锤子 老庙等了两年 总算迎来了锤子科技的旗舰手机 哦不对 老庙现在已经卖了坚果品牌了 所以这一部手机到底应该叫 锤子科技的坚果手机呢 还是叫字节跳动的坚果手机呢 好 开玩笑 说回手机 怎么说呢 这是一部没有短板的坚果旗舰手机 该有的旗舰机的配置几乎都有 芯片是 骁龙865加X55的芯片组 6.67英寸的AMLON的双曲面高清显示屏 第五代大线七星玻璃的屏幕 90赫兹的刷新率 1.08亿像素的主摄像头 加上800万像素的三倍变焦长焦摄像头 加上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 加500万像素的微距浸透 啊 总算一口气电完了 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手机评测员了 4510毫安时的大电池 加上55瓦的快充 价格从4499元起 作为一个小众品牌的安卓旗舰来说 还是很偏高的一个价格 但老人要一直有观点 就是所谓的消费升级呢 就是你愿意为品牌一架 或者审美设计去买单 工业设计无疑是坚果手机 最重要的一个溢价理由 大家看到方正的边框 加上整个微曲面的 这样的一个全面品 经典的锤刻的logo 尤其是白色的光阴青年版的 贝壳的光明材料 当阳光扫过 就会有Smartyland Revolution 2等标志 但是因为这两天 苏州整个是天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老庙备了一盏 紫外仙的燕钞灯 来给大家展示这个光明材料 这些所有的设计 其实都很让人惊艳 注意这是前后的纯白色的贝板 纯白色的贝板 纯白色哦 而且前后的色差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颜色的设定 其实是对于工业设计上 非常苛刻的 可以说当今手机圈 也只有坚果还在坚持 用这种纯白色来做手机了 注意哦 这里说的是纯白色 像魅族也出过定谣的白色 那是一种偏黄的白色 至于像华为的 其实是一种变化型的白色 老妙从2016年开始几乎用的都是 坚果手机Pro系列的 基本上都有 RAE现在也是我的备用机 在我看来一部手机的灵魂 一定是它的系统 坚果用的依旧是从罗永浩时代 传承下来的Smartin OS 老妙对这个系统只有一个评价 安卓最强 并且是一个被其他手机厂商 包括苹果超的酷茶都没剩下的系统 效率三大件的一部闪电胶囊和大爆炸 如今在其他的品牌手机上 用的也很常见 当然很多厂商都没超的像 或者说超的不及格 除了上面说的 老妙想聊一聊 为手机圈贡献了不少梗的TNT 安静 吵到我用TNT了 理解万岁 很多很多 2018年的5月 老罗在鸟巢极其尴尬的 发布了Smartin TNT 整个科技圈对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嘲讽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老罗也因此破产欠债 并把坚果手机和Smartin OS 卖给了字节跳动 但老妙觉得 TNT很有可能是下半代的智能系统 为什么说是半代呢 老妙认为 自己所从事的ARVR 会是继PC和智能手机之后的 第三代计算平台 但TNT这种依托于手机产生的智能系统 或许是过渡性的半代系统 TNT系统足以媲美半公笔记本的使用效率 又可以通过无线投屏 链接各种大屏 这样的设备能做到简单好用 目前也只有坚果的TNT了 老妙的TNT GO的显示屏 要月底才能到货 老妙家里已经用了两年的戴尔的触屏显示屏 加上扩展物实验TNT了 非常好用 老妙家里都不用电脑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老妙觉得坚果R2这台手机 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很不错 但对于坚果手机这个品牌来说 深耕忠实用户 每年推出个一两台手机的节奏 足以做成小而美的手机品牌 未必一定要出钱 毕竟当年听着老罗相声长大的用户 现在经济水平 应该都足以换一台提借手机了 老妙聊科技 科技很远 但未来很近 感谢观看